303螺絲起子造型實體 我們來看一下圖形 這是等角式圖 這是右側 這是前式 我們從右側式圖來處理 右側式圖這邊要用旋轉填料 選擇右基準面 這邊我們畫一條水平的建構線 然後畫線 垂直 水平 斜一個角度 水平 斜一個角度 水平 然後這邊用三點弧來處理 來這裡 1 2 3 然後這邊 這一點 跟我們這邊掃畫一條線 來這邊補一條 好 這一個點 跟這一條線要 要 充合共點 這兩條線要 共線對齊 好來然後這邊我們先做這邊好來這個點到中心這裡是 多少 28 所以這邊打28 好然後這裡 到這裡 這裡是 20 好 好 然後這邊 這一條是 3.5 好 然後這邊這一條是 這一個點 到這個點是 5 這一條是 9 9 這裏到這邊 是 1.5 弧 到 半徑是 34 好 然後 這裏到這一個點的距離是 46 好 確定 好 好然後呢 旋轉完了之後確定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來這裡畫這一個好來那這邊呢 我先畫草圖 5 選這一個好 然後參考這一個 圖圓啊 好 畫一個圓 好然後呢這邊的直徑是23 好 畫一條 垂直的 幾何建構線 好 然後呢 畫兩條線好來分別是這邊 跟 這邊 好 然後 123 做 對稱 好 然後呢這裡 這一個點 到這一個點的距離是 4 這一個點 到這個點的距離是 6 好 然後完成之後呢做 環形正列 這一條 跟這一條 好總共要6組 所以這邊是6個 好 確定 好 然後這邊我們用 生長出料 好 好 然後選這一個草圖裡面的 1 2 3 4 5 6 好 完全貫穿 確定 好 然後呢這邊 Z走到草裡面啊 所以這邊 增一個草圖 來 建立一條水平線 好 建立一條垂直線 好 建立一條垂直線 好確定 然後呢 做一個坐標 好 00點改這裡 S 跟Y 那Y 反向 Z軸就朝裡面啊 確定 好 來那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的部分 啊 第一個 表面積 表面積是 50 4456 37 好 然後第二個 Z軸 好這邊選坐標系統 Z軸是23.5478 好OK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他改變這些項目 來我們看旋轉這邊 我們回 這裡 來 旋轉啊 正式於 好 編輯草圖好來 這邊28要改成 D2 改成30 好 L1 改成3 然後L2 改成10 L3 改成2 L4 改成45 好 然後半徑改成35 好確定 好 完成之後呢 除掉這個部分來 正式於 編輯 來把這幾條線 刪除 這個 不要的線 這邊 完成 完成之後呢 一樣做 環形 正列 這邊都沒有改 然後這邊是改 D1 換 是改成25 好 然後 環形正列 這一條 跟這一條 中間點在這裡 改成8個 好確定 好 然後呢 那這邊我們做 這邊 這邊先清除 然後重新再選 1 2 3 4 5 6 7 8 好確定 好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來看 題目的部分 好 題目問我們 體積近視值為何 體積是 225 18.3174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第四題 Z軸 Z軸是 23.5007 AB2點 我們看AB2點在哪裡 A在這裡 B在這裡 來所以這邊測量 A點 Z點 B點 Z點 好所以答案是 43.7205 OK 好 那以上這邊 就是 303題